快为金钟50按赞 天天送5000 还有机会玩彩金摇摇的抽6万大奖 市场摊商一早在转角搭棚做生意 其中一名富人卖臭豆腐30多年 却突然被地主煮起围梨 让他生意做不成 何信富人30多年前在转角搭棚卖臭豆腐面线 从民国85年开始连续缴纳土地使用补偿费给北市政府 前年要信地主买了地 去年9月地主擅自搭建铁皮围梨驱赶摊商 气得他提出损害赔偿诉讼 法院认定摊商虽然无权占用 但地主应该走法律途径 而不是以私人强制力处理 摆摊营业虽然违反行政法规 但营业自由权仍受保障 判遥性地主需赔偿6万元 赔的金额太少了 我一天的营业额都一两万 他赔我这样 你如果今天你认为他已经侵害你所有权的话 你应该是透过法院 比如说像财务还地 或者是请他迁移的方式 而不是用强制力的方式去直接把他围起来 由于宪法保障营业自由 占用私人土地有错在先 但架设为离让对方无法摆摊 反而让自己挨告损人不利己 记者陈嘉明昌若鱼 台北报道